历位纪第十五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如果男子的下体有异常排泄 他的排泄物是不洁净的 这异常排泄就是他不洁净 无论下体仍有排泄流出 或是下体的排泄已经止住了 他都是不洁净的 有异常排泄的人睡过的床 都是不洁净的 他做过的家具都必不洁净 谁触摸他的床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做了有异常排泄的人 所做过的家具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触摸了有异常排泄的人的身体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症的人 若是涂唾沫在洁净的人身上 那人就要洁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的人做过的庵 都不洁净 谁触摸他身下任何东西 都不洁净到晚上 拿了这些东西的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谁触摸有异常排泄的人 而没有洗手 就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有异常排泄的人摸过的瓦器 必须打碎 他摸过的任何木器 都要用水洗净 有异常排泄的人 就要为自己得洁净计算七天 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活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带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锄鸽 来到耶和华面前 在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把他们献上 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祭司因那人的异常排泄 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人若是宜精 就要用水 把全身洗净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无论是衣服 或是皮革 被精液染污 都要用水洗净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至于女人 男人若是与他同睡性交 两人都要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如果女人身上排泄的是精血 她必污秽七天 摸她的都不洁净到晚上 在她污秽的时期 她躺过的东西都不洁净 她做过的东西也都不洁净 触摸她的床的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触摸她做过的任何家具 都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在女人的床上 或是在她坐过的家具上 如果有别的东西 人摸了她 就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是与那女人同睡 染上她的污秽 就不洁净七天 她躺过的床 都不洁净 女人若是在月经污秽期以外 血漏多日 或是月经污秽期过长 患有血漏症 她在这些血漏的日子 是不洁净的 好像她在月经污秽的日子 不洁净一样 她在血漏症的日子 躺过的床 都像她在月经污秽时的床一样 她所做过的家具 都不洁净 像月经污秽的时候一样 触摸这些东西的 都不洁净 要洗净自己的衣服 用水洗澡 并且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的血漏若是洁净了 她要计算七天 然后就洁净了 第八天 她要拿两支斑鸠 或两支锄戈 带到会幕门口 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因那妇人血漏的不洁 为她赎罪 你们要这样 叫以色列人远离他们的不洁 免得他们玷污 我在他们中间的会幕 他们就因自己的不洁 而死亡 以上是关于 因为异常排泄和宜经 成为不洁净 以及患病污秽的妇女 和患血漏的男女 还有男人 与不洁净的女人同睡的律例 不洁净的女人 感谢观看